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头皮痒怎么办? 何志欣,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头皮痒怎么办? 头皮痒常常的原因就是止移性皮炎 我们最常见的头皮痒都是止移性皮炎 这样的病人经常是会看到他的头皮里面 会有一些小疙瘩,小丘疹 我们说的是像毛浓炎一样的 还可以有头皮屑比较多 头皮常常会有一些红斑 这时候我们就诊断止移性皮炎 因为其他的皮肤病 不太常见的皮肤病里面 除了止移性皮炎 没有什么会引起头皮痒的了 所以除非是那种很少见的病 止移性皮炎的治疗呢 主要就是抗感染 我们可以给他吃一些消炎药 米兜环素一类的消炎药 还可以用一些洗头的香剥 因为他有一些感染 他会是有一些真菌一样的 头皮就是那种叫抗皮包子菌那样的感染 所以含有铜康做的这么一个药 洗头也比较好 就像那种采乐 抗亡 还有二流化锡啊等等 这些它都有杀菌消炎的作用 所以用于这种止移性皮炎的头皮痒 治疗效果会比较好 如果特别重的 洗了还不行的 也可以考虑吃一些消炎药 或者吃一些抗过敏的药 因为头皮不太好抹药 所以就是靠洗和靠吃药 专家提示 头皮搔痒多为止移性皮炎 可口服药物 如米诺环素 配合含铜康做成分 具有杀菌消炎作用的香剥 如采乐 康王 或二流化锡进行头部清洗 内外联合治疗 对止移性皮炎 引起的头皮搔痒 效果明显 病情较重 且清洗无效的患者 建议服用消炎药 或抗过敏药物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